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叔叔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 关键词有三个去年买了车新生活触手可及 那个家里没有我的位置总是在花钱上有冲突 什么时候学的车呀叔叔啊 5959岁快退休头一年学的车 你怎么要退休了反倒学车去了 那时候吧我买房的代卡刚还完 没压力了 我自己筹做了一些 买的辆什么 开始是越达奇啊 去年买的什么车 去年买的是宝镇可以坐七个人 那准备干嘛呀您这买辆车新车一辆一辆的换 我就想等着疫情一过就要到祖国各地 想去什么地方玩去就去什么地方 现在您是从教师的职位上退休的 我在教师职位啊 对那您的退休金应该也不低吧 六千三零点 六千多块钱 然后房子您现在是 一百平米 自己买的房子 说三是两厅也行 说三是一厅也行 双位 所以将来老两口也足够了 是吧 对 就是像您说的这个新生活真的触手可及 多好呀现在的生活 那您平常都干嘛呀 现在 第一个是做家务 我住的房间收拾得井井有条 干干净净 不是给别人看 给自个儿看 我看电视 我听音乐 我干什么 我都挺心情舒畅 我厨业 人家都说我 都说你小姑爷似的 我说这是人的一种状态 你看叔叔干净利落的 在酷线 毛衣 头型里的 我五十五六就开始有点白发了 我一直在举 我就说别的任何事情都不要骗自己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唯独在这方面 一定要骗自己 每天早上起来洗手完了 一照镜子一看 哎呦 自己满头乌发 对 精神着呢 我出去干什么我都有劲 对 唯独这件事得骗自己 对 是要给自己一种精神状态 对 自己还年轻 状态还非常的好事 对 那您现在还锻炼吗 平常 天天锻炼 连一走三个小时 大约都在两万 两千 两万三千这样 那您这个腿脚还行吗 膝盖疼不疼啊 我没感觉 到家了我照样 干啥干啥干啥 这样子反而不好 特别是老年人的那个 其关键 走也不行 老年人不要超过一万